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從買肉園沒加辣事件 來聊聊私刑正義,真的是正義嗎? 今年年初以來,新聞出現了不少家暴跟虐童的案件 也引發了不少鄉民的憤怒 例如台南有一位17歲的媽媽 跟三名親友把自己的一歲半女兒虐待至死 新北市永和的某個托鱗中心也傳出了老式略同案件 而在網路上延燒最熱烈的 大概就是買肉園沒加辣事件了 1月12號晚上,新北市傳出了一起家包案 有一名42歲的男子因為不滿自己的小孩 買肉園沒加到辣,就對他暴力施打 就連在旁試圖阻止這件事情的媽媽也一起遭殃受害 索性,媽媽為了修正就把這個過程側錄下來 而這段影片被上傳到網路之後 就獲得了大量鄉民的關注 甚至有人開始肉搜男子的住所 最後有7名民眾親自跑到男子家阿門町 趁他開門的時候給予他一陣頭 那針對這種動用私刑的現象 網路上的看法還蠻朗極的 有人覺得這代替了法律實現正義 也有人覺得這是在濫用暴力 今天我們就是要來聊聊這些觀點 而我也會分享自己針對這類事件的看法跟分析 剛剛提到那些群眾是在動用私刑 那麼,私刑指的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私刑就是在還沒有經過刑事訴訟程序 稍微獲得法律賦予的權力之前 就對某人做出體罰甚至出死的動作 所以像是警察在押送嫌犯的時候 偷偷捏他大腿或是 還有充滿正義的鄉民私下跑去教訓壞蛋 都是一種動用私刑的行為 有不少人的確覺得正是因為司法正義失靈了 所以社會才需要義勇軍去做行俠仗義的事情 雖然動用私刑同樣觸犯法律 但這是為了實現社會中真正的倫理道德 讓壞蛋得到應有的懲罰 那就像是電影《中的蝙蝠俠》一樣 當人們只依賴法律而沒有辦法消滅罪惡的時候 城市中需要的就是執行私刑正義的英雄 另一方面,有人甚至覺得暴力犯應該要受到的處罰 就是皮肉之苦,而不是罰錢或管起來 畢竟他們帶給別人的就是這種可怕的生理傷害 所以與其把他們交給文明的司法審判 不如直接採取私下的暴力制裁 才是一種更公平的懲罰 不過,反對動用私刑的人就不這麼認為了 他們反而覺得這些義勇軍只是在合理化自己的暴力行為 甚至這種未審先判先處罰的動作 還有可能傷害到無辜的人 例如那個被控有罪的人 有可能是被財商刺上根本就無罪 嗯…聽起來這些正反觀點好像都有點道理 那我們又是怎麼看動用私刑這件事的呢? 剛剛提到,很多人都覺得 對那些施暴者動用私刑是對的 是在讓對方得到應有的懲罰 但是應有的懲罰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種最簡單的理解就是以牙還牙 也就是你對別人做出什麼傷害 你就應該要得到什麼樣的傷害 但如果仔細分析的話,就會發現 這個原則在應用上會有困難 甚至傷害到無辜的人 舉個例子,假設你今天偷偷把我阿嬤給賣掉 那麼依照以牙還牙的原則 我應該要把你的阿嬤也賣掉 可是對我爸爸來說被賣掉的,其實是媽媽 所以這個時候他也應該要去把你的媽媽也賣掉 那如果依照這個邏輯繼續推下去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你全家都應該要被賣掉 嗯,有沒有覺得這個結論聽起來怪怪的? 那從這樣來看的話 以牙還牙這個原則似乎會讓很多無辜的人因此遭殃 所以好像也不太能用以牙還牙這個原則來定義 什麼叫做應有的懲罰 但再換個角度來想 其實每個人對應有的懲罰是什麼 判斷標準也不一致 我們來想像一下 假設浩克打了他老婆一拳 那這時候鄉民A可能會說 浩克也應該要被揍一拳這樣才公平 但是鄉民B可能又跳出來說,欸不行不行 浩克太壯了,他的一拳等於一般人的五拳 所以他應該要被揍一拳 那這時候鄉民C可能又蹦出來 他說,欸不行不行啊 浩克有被虐傾向 你打他的話他會爽翻天 所以不應該要揍他,應該要罰他錢 那麼這時候應該要以誰為標準呢? 因為假設,鄉民ABC最後打聲共識 認為應該要罰他錢 但現在又跑出了一個鄉民EFG 而且他們又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見 那麼結論是不是要繼續改變呢? 如果這樣一直推下去,就會發現 除非得到了全民共識 否則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決定 浩克應該要得到什麼樣子的懲罰 欸?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喔? 這個獲得全民共識的部分 好像就是一種民主機制喔 也就是說,在獲得社會的全民共識之前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決定 壞蛋們應該要得到什麼樣子的懲罰 而且從剛剛的推論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私刑正義本質上 就是一種個人的正義 或至少充其量只是基於個人價值的人 出發、號召一群想法跟你類似的人 所實現的正義 但它並不是一種經過廣泛、充分、理性的討論後 所得到的共識 所以這種正義的標準其實很浮動 而且充滿著不一致 那我們也是基於這樣的理由 覺得動用私刑 並不是一個實現正義的合理做法 剛剛提到應有的懲罰 應該要經歷全民的共識 但我們又不可能每個案件 都讓所有人一起來討論跟投票 所以我們勢必得找出一個機制來替代這個動作 而且也要承認這個機制代表的是權力共識 所以接著就產生了各種法律規範跟司法審判機制 大家先一起來訂定各種罪行法則 然後建立一個罪證蒐集的程序 再設立一個大家都認可的審判公權力 這樣就能節省大家的時間 同時也盡可能做到公正客觀的裁決 給予壞蛋應有的懲罰 但你可能會問 欸?那如果司法機制產生漏洞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可以動用私刑了嗎? 從我們的角度來說當然也不是 就像剛剛說到動用私刑跟讓對方得到應有的懲罰 之間還是存在著差距 就算動用私刑可以實現一部分人心中的正義 但它也不一定會是社會共同討論過後所認可的應有的懲罰 這時候我們應該做的是先思考 怎麼改善這個司法機制 並且監督政府有沒有做好相關的修法跟配套做事 至於說是不是只要法律有規定 而且交由執法者執行 那麼對壞蛋進行暴力的懲罰 就是合理符合正義的呢? 關於這個問題就涉及到國家公權力能不能使用暴力的問題 當然也包含了死刑的議題 這很複雜,我們之後有機會再聊到吧! 好的,那影片的最後我們就要來問問大家 如果是針對蝙蝠俠對壞人動用私刑的例子 你覺得他在實現真正的正義 還是只是在濫用暴力呢? A. 實現正義 B. 濫用暴力 C. 其他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私刑正義的議題 此外也可以看看我們以前做過的轉型正義的影片 如果你對正義的話題有興趣的話,趕快再看看 然後也別忘記按這裡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